除了慌张之外我觉得很荒唐 就是这整个过程里面全部都是 我们很被动 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北漂族独自在外分租套房 邻居确诊却难得到相关讯息 售出简讯就连房东一开始自己都不确定 后来才说二楼邻居有人确诊已送医 申请全栋消毒 租族惊吓回应 里长应该通知一下吧 房东才说因为北市这块做很烂 要直接接触才会匡列追踪或隔离 其实就是有点没有地方可以躲的感觉 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门出入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我不知道她的感染源 是不是还在这个大楼里面 这名A小姐租在文山区 粉族套房一层楼就有四人 楼下邻居确诊 但因为她不是直接接触者 没被通知 偏偏因为非房屋所有人 讯息都得等房东转传 房东又不住这 等于他们过了好几天才得知 像是这样子的扶手公共空间 住在这边的人都会接触到 但是有确诊者偏偏房客不会收到 就怕成为引游 尤其北市才发生新形态的分租套房群聚 事实上按照现在的疫调 会被匡列除非是直接接触 或是共用厨房浴室等空间 但像是手扶梯电梯就不算在内 除了有健康服务中心将通知 确诊个案本人以外 我们也将透过疫调的过程 了解个案是否有跟其他的房客 共用厨房 资讯不对称 也难怪租屋族大探 难道只是想安心生活逗奶吗 TVBS的如虹超里 组恒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请订阅按赞分享